中醫的角度看 腰痛是由感邪、外傷或腎氣不足所引起的氣血運行失調 腰苦失養所導致以腰部一則或兩則疼痛為主要症狀的病症 腰痛一般可以分為急性和慢性 急性一般是指急性的流錯傷、外傷所導致 慢性的腰痛又稱之為慢性腰肌勞損 可以分為懸法性和計法性兩種 懸法性是指腰部的肌肉、韌帶等軟組織 因為累積性的慢性損傷所導致 與長期的固定體位或不良的姿勢下工作有關 例如坐得很久或是站得很久或是長久的彎腰工作所導致 而計法性就是指急性腰部錯傷後 沒有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 而轉發為慢性病變所引起的腰痛 在中醫的腰痛來說 在故書就早有記載 在《政治準成腰痛篇》有說過 有風、有濕、有寒、有熱、有錯閃、有乳血、有濟氣、有痰漬 皆飆也、腎虛其本也 這都是說明腰痛的成因與腎虛有關 腎主骨、腰為腎之苦 腎臟是位居於腰部 腰是腎之精氣所覆蓋的地方 當腎氣充足,我們的腰脊就會有力 如果腎氣不足、腎精虧損的話 無以餘養到腰虎根脈 就會容易導致腰痛 這個中醫會稱之為不詠則痛 除了虛症所導致的不詠則痛之外 亦有實症所導致的不痛則痛 實症的成因通常都是由外感或是外傷所導致 例如若是苟居濕地、霧雨攝水、流汗當風 衣著會比較濕冷的話 就會很容易感受到濕寒之邪 寒邪就會形濟收隱 濕齊亦會很黏聚不化 導致腰部經落受阻 令到氣血運行不通腸 而導致疼痛 或者在春夏之季濕熱膠精時 寒濕屈而化熱 亦會阻滯我們的氣肌 導致氣血運行不長 所導致腰痛 分型來說中醫對腰痛會分為四種 有寒濕型、濕熱型、腎虛型和血乳型 治療上來說 中醫師會針對不同的症型去處方不同的藥劑 在治療原則上 實症會以去邪通樂、活血化瘀 通經活樂止痛為主 去達到通則不痛 而虛症會以保腎益氣為主 在用藥上都建議大家先諮詢註冊的中醫師 避免互亂服用 除了內治之外 在腰痛我們還可以配合針灸、推拿、理療、拔火罐、酒罐、高貼、 藥物分洗等等的方法 去做一個綜合治療 那療效會更加好 在針灸上都有幾個穴位 首先第一個是神書 它位於第二腰椎擊突下 旁開1.5吋 它有益神晶、利腰脊、沖耳目的作用 第二個是大腸書 它位於腰部、第四腰椎擊突下 旁開1.5吋 它是有利腰腿的作用 另外腰痛點位於我們的手背側 在第二、第三掌骨之間 和第四、第五掌骨之間 在碗環紋和長子關節的中間點 它是有舒筋、通落、化乳止痛的作用 陽靈泉是在我們的飛骨小頭前下方粒陷柱 它是位於我們腿部的外側 它稱之為更匯 可以醫治所有經脈的疾患 下肢或者是一些腰腿濕部的疾患 它是可以舒筋、健腰、健膝 最後一個是韋中穴 中醫有一句說話 叫做土腹三里流 腰背韋中球 所以當有一些腰背疼痛的時候 韋中也是一個很好的穴位 它是位於國華民的中間點 在我們古爾頭肌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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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記得按一下小鐘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